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散装产品也多 而且还提供很多的免费试吃 另外他们家也是提供很多优惠的 比如说像是廉价汽油 度假优惠 还有处方药的折扣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在Costco大卖场当中寻找到最便宜的东西 其实也不太容易 因为Costco卖场面积大 购物需要花费的时间非常的多 那今天就教大家一些省时而且节省金钱的技巧 帮助大家在一片眼花缭乱当中找到最适合我们的优惠产品 第一点应该直奔商场的中心区域 因为我们刚进Costco的时候会发现 门口会摆放很多又漂亮又有趣的东西 但是这些商品一般来说价格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来到Costco应该直接奔到它的中心区域 那里会更容易找到一些折扣或者是廉价的物品 第二点破解定价代码 如果商品是以0.99结尾 那么这就是定期定价的商品而不是大幅度减价的商品 如果是以0.97结尾的商品 就意味着是轻仓大销价 您会省更多的钱 如果您看到价格标签是以0.88或0.00结尾 那就是店家的单件打折商品 比如说包装破损客户退货 但是仍可以销售的货品 第三点是购买Costco礼品卡 Costco出售折扣礼品卡 包括餐厅礼品卡 订票和旅行礼品卡等等 第四点是利用退货政策 Costco有非常慷慨的退货政策 事实上员工们也表示 会员甚至可以退回大部分吃过的食品 一位加州的Costco员工还表示 他们曾经收到过远至2007年的假冒圣诞书 当然了他们也是退了款 但是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 在Costco买新书是比较便宜的 因为Costco的新书是会持续保持低价 因此如果您要购买新书 可以到Costco来看一看 第六点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 千万要对那些试吃的小吃产品 要提高警惕 因为当您试吃了它们之后 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购买欲望 这样就会不知不觉中花费很多的金钱 第七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寂寞销售 Costco有很多的寂寞销售优惠 特别是在夏季要结束的时候 庭院家具或者是游泳玩具 这些季节性的物品折扣会非常大 因为商场需要为下一季的商品腾出空间 第八点我们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关注那些生活用品 Costco对于大多数的商品都提供优惠价 但生活日常品特别便宜 Costco的牛奶面包鸡蛋通常都比沃尔玛和其他折扣店要便宜更多 第九点要注意的是仓储式省钱 Costco会在很多已经很低价格的商品上 还会给予一定的折扣 这样的形式就叫做仓储式省钱 那这样的活动每个月会有一次 我们可以注意的去寻找一下 第十点我们要注意的是 要注意哪些带新号的商品 如果它的标签上有新号 就说明这样商品是不会再进购了 那如果您需要这种商品就一定要购买下来 这样还是比较划算的 第十一点我们可以善用客户服务部门 Costco的客户服务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那里寻求到额外的优惠券 查看丢了收据的购买历史 并且了解奖励措施 第十二点是检查是否收到了 Costco优惠券的邮件 Costco是不接受制造商优惠券的 但是他们每个月会向会员邮寄一次 优惠券的信息 Costco优惠券包括杂货 电子产品家居和季节性的商品的折扣 第十三点是我们可以在工作日购物 Costco在周六周日通常都很繁忙 所以在工作日购物我们会比较清闲 第十四点我们要注意的是 Costco不会提供购物袋 那如果我们不希望在停车场 手忙脚乱的装献我们的物品的话 我们就需要自己准备好购物袋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购物更加的方便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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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资讯